听说开这家店的是个零零后的小姑娘 凭借着祖传手艺 嚣张的不得了 整条街的老师傅 她都不放在眼里 而且她很快 在河南平岭山 有个小老爷们不得了 小小的卤肉店 干出了大名堂 她家生意是真好 一到饭店就排队 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拜师 看到这些卤肉 厌食症都能给你治好